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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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正的父亲 华人医院的院长 也好 好好好 林正父亲啊 快请进 请进 他是姓杜还是姓姑来着呢 您先坐坐坐 我叫您院长是不是有点生分了呀 来 我就叫您人生爸爸 小顾这孩子呀太低调了 都没告诉过我爸爸是院长 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 连家长都来见过了 是是是 这小顾啊真是个好孩子 对维安呢又体贴又照顾 对我呀也特别细心 要不说呢还是您教导有方啊 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店庄说两话吧 我不赞同他们两个小王 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 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这些当家长的 就不该干涉了吧 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 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 什么可选的余地了 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 致病基因您应该知道吧 那可是家族遗传病 后代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会遗传致病基因 你别说了 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 您知道就好了 那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 会成为别人的累赘 还坐视不理吧 我真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 能说出来的话 你回去搞搞清楚啊 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 云正为了你的女儿 把她的课题研究方向 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 她原本在焦之流的研究领域 已经小有成就了 她这么做事在自毁前证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不知道什么留不留的啊 我只知道小顾她很聪明 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 也是高材生 只要她们两个勤勤勾勾 全力以赴 这什么舞蹈症的药 肯定能研究出来 明年就能研究出来 后年就能上市了 您还真是无知无畏 那就是真那么容易 张合医院的温教授 就不会遗憾地退休 舞蹈症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实验室 都鲨鱼而归 她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 耗尽一生的经历 都找不到对峙的方法 我不懂研究 可是我懂爱 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 自己的选择 倒是你呢 我真好奇 你到底是姓杜啊 还是姓顾啊 小顾可从来 没跟我提起过你 为什么呀 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 你到我家里说这些 不招编辑的话 云正她知道吗 孩子们一时兴起 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了 但是做父母的 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 我今天来 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 我绝对不允许她们两个交往 如果你还是个 同情搭理的母亲 我希望你能好好 确定你的女儿 知难而退 你反对 要反对还轮不到你 要反对也是我反对 云正她有你这样一位父亲 说不定啊 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 要说不同意呀 应该我不同意才对 你不同意最好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今天真是倒霉 家里怎么就净了 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 我得让她扫地出门 你干什么 我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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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扫不干净 扫 真是我给你 我真不怀疑你了 好 我回来了吗 怎么了 兰姐 叫你也不理我 你跟小顾分手吧 你这儿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早上还让我们停止冷战呢 怎么了 今天小顾她爸来了 说了些不着调的话 我管她是什么医院院长呢 我就拿扫帚给她骂出去了 哪个医院的院长 你知道吗 华人医院的呀 叫什么松 永松 杜永松 对对对 杜源长是她爸爸 伍安 这么晚了 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 独院长是你爸爸 华人 我 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 我只是觉得 跟你谈恋爱的人是我 这跟我爸没有关系 但是你爸爸 现在找到了我们家 跟我妈说是我高攀了你 什么 他跑去你家做什么呀 杜永松 他只是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 我跟谁谈恋爱 他根本就管不着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改课题也是 你爸爸也是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只有我不知道 还是说 你会觉得我 接受不了你的家庭 我不告诉你是因为 我觉得没有必要 让你因为我们家的那些 琐事而烦恼 维安你就专专心心地 搞你的科研 咱俩就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 这样不好吗 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我们家 而且我妈 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对不起 维安 是我不好 好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 我八岁那年 我妈妈去世了 杜永松再婚 杜云成和他妈住到了我家来 我就搬出去 和爷爷住在了一起 原来我以为 我妈和我爸 是因为感情不和 所以才离得婚 直到我发现了我妈遗物里 那张照片 什么照片 照片里是杜永松 杜云成 还有他妈 原来早在我妈去世之前 他们就已经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 我妈离世的时候 都一直把那张照片 带在身上 我想她应该是知道了 杜永松的婚爱情 所以才精神惶惶 发生了意外 对 肥安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 高攀了另一个 那就是我高攀了你 我除了爷爷 没有其他亲密的家人 我甚至 在遇到你之前 我都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不过 我没有提前告诉你 是我不好 我惹你生气了 是我不对 可是苏维安 我既然认定了是你 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 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放心 你妈妈那边 我会想办法 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 她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那我就用真心 和行动 去打动她 你会想办法 我现在想办法 你会想办法 我才能够办法 你们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事 别想办法 你会想办法 不要动手 我还想办法 我会想办法 老苏啊 维安的事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可是怎么可能呢 维安是我女儿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个时候 你刚走没多久 那天 维安问了一大堆问题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我问他 他什么都不说 就是背地里啊 背着我 都些小动作 安安 你俩成这儿 妈 今晚晚点怎么不敲门啊 我在我自己家敲什么门呢 我还有学习 先出去吧 好啊 别太晚了 这个患者 现在情况怎么样 发病没有 没有没有 那医生 这个病有药可治吗 目前全球范围类 还不养可治 要笑不哭啊 来 走 谢谢 是绝症吧 我那儿子呀 也是脑膜癌晚期了 医生说也最多 不过半年时间了 我们做家属的 一定要稳住情绪 绝不能倒在他们前面 心里再苦啊 也得要笑 笑不出来啊 就咯唧咯唧自己 哪怕是这心上啊 像插了把刀子 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我们不单要笑 而且啊 要笑出声来 这样啊 他们才不会感到 绝望等死 哪怕是 有六分的高兴 也要表现出 十二分的开心 是吧 后来呀 阿元突然发病了 我当时 整个人都杀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给维安打电话 我让她回来 可是我打完电话 我就后悔 你让她回来干什么呀 眼睁睁地看 自己将来 会病成什么样子吗 都怪我 都怪我 后来呀 她那个朋友 温然 非得让她做 那个基因检测 我当时也不想让她做 可是她说 可能 检测的结果会不准 阿姨 我们华人医院 做基因检测 可是最有权威的 这万一在外面 小医院做的 结果不准确呢 还是要 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 你说是不是阿姨 是是是 告诉我 我多希望阿姨 第一次检测的结果是错的 再检一次 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可是老爹爷呀 他就是不能给我这个惊喜啊 他就是不能给我这个惊喜啊 我这么好的爱子 后来 我们俩和江江 他们两个一人拿了一份结果 我押在前的结果是阴性 我有报告为证 我当时就明白 那安安她不想告诉我 还想进去瞒着我 好 你不想让我知道啊 妈就不知道 虽然妈不是什么好演员 但是只要爱爱要演下去 他不就要听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就要听 老苏啊 前两天 那个杜勇送到家里来了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危案等舞蹈症的事 还说了一堆 不着四六的话 把我气的呀 你说他为什么 为什么要拆穿这一切呀 我还能不能 陪着危案 接着演下去 妈 我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妈妈知道 你不想告诉我 是不想看到我 这样一泪洗面 我不告诉你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 我 我不想咱们俩 这样哭哭啼啼的 其实我们俩都想多了 你看啊 我们不是挺好的吗 是吧 我们每天也没苦啊 你现在全力以赴 在研究那个 吃舞蹈病的药 我呢 都成广场舞皇后呢 对吧 我们是不是很棒 没有被这个病吓到 对吧 傻丫头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跟妈妈 分享过心跳的人就是你 那个时候啊 你就在妈妈肚子里 我那颗感觉 又神奇 又甜蜜 所以从那个开始 妈妈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 你 你别怕啊 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 他们都会陪在你身边 好不好 爸 你当我的乖乖你 我做你的傻妈 我们两个好好的 妈妈 你为什么去找苏维安的妈妈 你为什么跟她说那些话 现在值得着急啊 现在值得着急啊 我只是就事论事 说了些我该说的话 你凭什么干预我的感情 你凭什么跑到别人家里去大放厥词 就凭我是你爸爸 就凭我对你好 我不能容认那个有基因缺陷的人 把你后半生给毁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我爸 要不是因为你 我妈她会一个人在拉卡亚回不来 她会一个人在国外不明不白地这样死掉吗 你说的是什么胡话 自己好好看一看 这是妈妈出事当天 在她肚里发现 什么重组家庭的崔阿姨 她杜云成 分明就是你的亲儿子 你在认识我妈之前 早就跟崔杰在一起了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妈结婚 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 我妈她至于精神恍惚 在施工现场发生意外吗 你还说不是你害了她 行 行 行 她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妈去世的时候 连她的遗物都没有人去认你 她的同事 不知道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 都联系不上 可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她在拉卡亚不要我了 她不爱我了 你怎么好意思 我童年受到的这些欺骗 这些伤害 你怎么弥补 你算得清吗 你自己的感情家庭一塌糊涂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另一半指手画脚 我跟谁谈恋爱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苏维安她有没有基因缺陷 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情 你根本就不配 连长了 你听爸爸说 我过去你确实做错过事情 但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好 我不能眼睁着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 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是我爸 我和你这一辈子 都不会有父子之情 杜院长 你也不用再拿掌客体的事情来威胁我 不管你盖不盖章 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医院 其他实验室支持我的研究 我请你 不要再去骚扰苏维安和他的家人 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插手 老杜 你吃饭了吗 我打包了西班牙海鲜饭 要不要我给你热一下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 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 这不是咱们一家三口找的相片吗 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 是你把照片寄给我姓陈的吗 是我 怎么了 怎么了 他当初在拉凯亚园建 我回来给你离婚 云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没有父亲 我不能坐视不理 你知不知道 他死的时候 兜里揣的就是这张照片 他可能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才出了意外 是你把他给害死了 我害死他 害死他的不是我是你 当初我们恋爱谈得好好的 你突然要跟我分手 都是因为这个顾星辰 你说什么 相亲介绍的门当户对 好和好散 可当时我已经怀了云成 你别让云成跟我说是 你当时偷偷怀云生下的 前前后我都不知道 你这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吗 我不偷偷地把云成生下来 我能怎么办 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让我割舍他我搬不到 我不是让你等我 我让你等我 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照片寄给他 等我 我等了一年又一年 我一等就等了七年 顾星辰在外面圆见 一年又一年 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 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还霸占着你霸占着一个家 跟我的云成呢 我的云成就因为没有父亲 在学校中通信的欺负 凭什么 他才是祖家的长死长死 跟我说 我没有说 老爷子从来不拿正眼看云成 你以为他是因为我二婚 带进来的孩子吗 云成的眉眼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世人都说跟你长得像 老爷子他不傻也不傻 你们瞧不上云成 就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如顾星辰 我的学历不如蛋糕 我的家世没有顾星辰好 我 他也做你们家的媳妇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老爷子你不让我去落着 还说我势力 其实他才是一等一的势力 我 你爸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看不起你 我知道 小顾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 可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爸爸 你要是嫁过去 肯定得受苦的 妈 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呢 我不管你结不结婚 反正对方不能是顾云正 小鼠不用凉 好 出去啊 老张 张叔啊 来 阿姨 来 我来接维安上班 我们是吃碗菜是吧 维安啊 你那个工作呢 那地方要是不通地铁啊 你就别去了 要是非得去 就早点出来 勤快点 听见没有 好 那我先去上班了 好 众叶怎么回事 什么人都往里放 不是阿姨 蓝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 她不是生你气 她是生你爸爸的气 你爸跑到我们家 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 还有关于我病的 对不起 维安 蓝姐她一定很伤心 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 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 我一直以为是蓝姐心大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蓝姐她真的很爱你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迷补 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 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那不行 越是这样 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刷存在感 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 我会像她一样 珍视她的掌上民主 来了来了 阿姨早上好 怎么又是你 我给您买了早餐 阿姨 这个鱼好吃 这个鱼好吃 阿姨 你们别动 你听我说 你别再跟着我了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 你死心吧 不是 阿姨 您这么说的话 那就表示还是我做得不够多 这样 您不用管我 总之呢 您去哪儿 我都陪着您 好吧 小顾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真挑不出来你有什么毛病 不是 你爸爸他是戴着有色眼镜 看我们家维安的 你知不知道 维安对我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不可能 允许任何人庆见他的 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白话心思 阿姨 来 吴医生 闭门更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这两天吃了不少 你不是一直稀释如鸡吗 怎么在蓝姐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啊 我得讨好丈母娘呀 这样才能 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 生活中温柔体贴 还可以每天为我 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是不是赚了你 老奸巨化 什么 老 楠楠不是吗 你比我大六岁呢 你再说一遍 老奸巨 还老吗 还老吗 老 苏妍 你别跑 老奸巨化 你不这样的小时 老奸巨化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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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奸巨化 我都没有脑子 你不是要脑子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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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姑姑她怎么了吗 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 我们不在的时候 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 我们要是去了 她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 没关系 我来想办法 放心吧 我去哪儿 阿元 阿元 你开开门 是我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牢骚汤圆 我加了好多桂花呢 你快开开门尝一尝 阿姨 你来干嘛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 她是来帮忙的 帮什么忙啊 苏阿姨 你看 今天这天气还不错 咱楼上这小院啊 花都开了 带您过来看看 您啊 不能每天都带在房间里 得出来看看 晒晒太阳 你看 那边的花 多漂亮啊 也不错 对 看 这个 好像又是 没有 也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老师 我们都很想您 苏老师 我也很想您 妈 是顾云峥联络了姑姑之前 有团团同事 希望他们来派对姑姑 小姑 你费心了 阿姨 阿姨 以后您来探视姑姑 可以叫上我一起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您尽管吩咐 小老板 恭喜你啊 得赏所愿 现在恭喜还太早 这才刚刚开始呢 小老板 我听说咱们医院批的经费很少 没有热门科研领域那么多 华西区罕见病科技工艺计划 微光科研基金 苏元 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 这手套消毒一下能继续用呢 现在我们经费紧张 人事则舍 不是吧 我们现在已经连 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 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 以前研究焦制留的时候 大手大脚惯了吧 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 舞蹈镇的科研基金 用的可都是焦制留的老本呢 这种日子他不知道要过多久 确实 以前做科研的时候 也没吃过什么苦 好了 现在不是你修悠悠感的时候 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 那就先刷我的卡吧 自费搞科研哪 你难道不知道 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 卡留再多钱 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 我知道 我是说 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 刷我的卡 微光科研基金 微光科研基金 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 创始人曹勇是一名剑动症患者 也是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副总裁 自从他患病以来 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 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 苏元 那这次 就由你来负责 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 我 嗯 嗯 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 但是 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 不用太有压力 靠你拉回啊 那是我 宇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车车 宇成 去 我要回来我 你 somn 就来 Como的 你喝咯 一个不足的 穿得不上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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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连大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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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哪儿 你 公司最近怎么样 你不在 劫会群龙无首 有几个董事 把手里的股份 转让给了麦藤 外面的新闻 也穿得沸沸扬扬 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劫会 Zither Harp 黑夜波动时辰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生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走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到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瘦在落寞 闪瘦在落寞十分 全校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生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并对命令的城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着 得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瘦在落寞十分